3月28日,乔珊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全家福,为大女儿朵朵庆祝生日 画面中,朵朵扎着可爱的小辫子,妈妈带着一条珍珠项链,打扮得起青春活泼又不失优雅 餐厅庭院里挂着一个编织的秋千,母女三人坐在秋千上,乔珊小心翼翼地在一旁摇晃秋千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微笑,看起来非常温馨有爱 另外几张照片则是一家四口在包间内用餐的画面 从镜头中可以看见,这间包房十分宽敞,周面上摆放了不少分量不多但装饰精美的菜品 周围还撒了许多玫瑰花瓣,显得特别浪漫精致 一看这里菜品价格就不便宜,显然为了给女儿庆生乔珊下了血本 除了吃大餐外,乔珊还为女儿准备了一个小猪造型的生日蛋糕 许愿时,朵朵食指相扣闭着眼睛,表情看上去非常认真 如今,乔珊与老婆结婚15年,感情依旧甜蜜如初 两个女儿活泼又可爱,一家人的生活令人羡慕 最后,也祝乔珊一家四口永远幸福